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几天课程的内容安排 我们这个课程叫做 应该是C的吧 然后后面加了一天C的课 因为这是第二次加的 加这个课呢 这天时间我们要安排大概是这样的 花一天半的时间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C的基础 让它C的基本语法 好 这一天半的时间呢 讲的内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指针 把指针给你讲明白 要指针不讲明白 那边你用不了是吧 好 指针讲明白之后呢 接下来再花一天半的时间呢 给大家想一下 精安开发的流程 通过一些案例呢 教大家来学会 怎么来进行精安开发 好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你要掌握进开发流程之后呢 以后到公司 你开发的时候 按照这个流程 结合公司的业务呢 请开发 好 就是难在这个流程 难在你要熟悉公司业务之后 公司有些信息怪的一些设备 需要经过精安的时间 好 就是课程的内容安排 那除了这三天课以外 加三天课呢 我们就主动讲 C加加那样 凭一天时间 除此话让我讲明白 C加加 这个 不太容易 讲C一天时间 给大家讲讲 还有可能 把指针讲明白 把数据讲明白 把这个指针和数据关系 还有函数这个 没有讲明白 没有问题 但讲C加加讲明白 那个真心有点难 所以呢 我们讲的时候 就把我特点是 结合大家熟悉的来对比 比如说你 熟悉加加里面有些东西呢 在C加加里面 其实有对应的 然后呢 我们按照这个对应关系来介绍 对吧 好 好 这个特点 然后呢 我们就先来说一说 我们 今爱开办这个课程 前三天课程 好 但三天课程里面 有一点好的是中间课开了 对吧 隔了一个 但有点不好 我怕讲完前面 后面人都忘了 到最后两天课的时候 前面人都忘了 对吧 不会是吧 难度复习一下 对吧 对吧 好 我们就正式开始来看一下其他开发的内容 大概时间安排说完之后我们来看看具体内容 好 我们学习一个新的技术呢 回顾一下 你之前学习的时候按照什么流程是套路来学的 快速入浪了 好 你要学习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 技术可以用围绕像机给低点的 所以你明白 它是什么吧 对吧 第二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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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需要学习技术吧 第三个呢 不用没有吧 解决三个技术 基本上可以跟我们的效果 对吧 好 那我们来学习这个内容呢 叫做精埃 精埃是什么呢 有了解了吗 不知道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精埃 那说明了精埃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过程 前面呢 学习的时候 学习应该都比较熟了 加入的这个开发过程 这样的 一部先的码 一部首先我们会编写 加二 加二的 名文件吧 好 这个名文件能不能自己啊 能不能自己啊 还是用个编译吧 好 编译之后会得到什么呢 会得到 第二 class的 诸解码文件吧 好 那拿到第二class的诸解码文件之后 它是可以进行了吧 再拿诸解码 就有一个 叫做 机会员 加二的诸解来诸解码文件 对吧 好 那加什么诸解码呢 所以一次编译到处一点 为什么会实现一次编译到诸解码 为什么 因为是在各种的操作系统上实现了相同功能的虚拟机吧 那你这同样的诸解码文件 不管在哪个平台上 只要是 加诸解码文件 对吧 好 那我们的加诸解码文件又在哪呢 好 其实是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上实现了 对吧 如果从操作系统的角度来说 加诸解码文件又有相当于程序的吧 它是比较正常的 对吧 好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 从 操作系统上实现一次编译到诸解码文件 然后呢 最后到我们的 操作系统上实现了 这样 好 那加诸解码实现一次编译到诸解码文件 原因就是在不同平台上都实现了相同功能的加诸解码 对吧 好 那与加诸相对呢 另外呢 有本地语言 那本地语言 我们这地方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主要指的是C或者C加加 那C或者C加加是本地语言 差译点呢 是与平台相关的 平台相关的 什么意思呢 好 C或者3加的文件.C或者.CP 就有文件 编写完之后也是不能直接行的吧 也是不能直接行 你说干嘛呢 同样也需要进行编译吧 好 再也需要编译 编译后得到什么呢 得到什么呢 好 会得到 二进制可执行程序 可执行程序 好 那这个二进制的可执行程序呢 其实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 合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windows上拿着.esc的评程序 拿到一定的操作系统才能跑起来 用不了 因为不同操作系统 它对二进制可执行格式它的包装是不一样的 对吧 好 那 二进制可执行程序如果是针对刚前操作系统来编译出来的话 能不能直接行 能不能直接行 可以直接行吗 那我们的本地c或者c加的程序 经过编译之后得到的二进制可执行程序 其实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吧 是这样 操作系统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来管理各种硬件 提供应用程序 对吧 既然我的本地c或者c加的可执行程序 可以直接在操作系统上运行 所以呢 它就可以操作本地另一个硬件 对吧 那为什么加网不能直接操作应件呢 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加网信息吧 清楚吧 好 那 我们知道了加网和本地c和加加上的区别之后就有问题 那如果产生了这样的需求 我想通过加网来操作底层应件行不行呢 这样的需求可以使用了吧 对吧 比如说之前工程机的时候这个 这个 这工程机的系统也有可能操作我的硬件吧 比如说我的这个闹钟要响 我的 手机要震动之类的 这功能也需要时间的吧 那上空加入怎么来时间呢 怎么来时间呢 好 来看 既然加入特点是 画空台 然后呢 它的 这个 重新的因素可以在 不同的系统运行吧 我们的本地员呢 它可以直接操作硬件 但是呢 跟平台相关 如果能把什么样的集合起来的话 更好 是这样 好 那怎么结合呢 都知道了是吧 好 那这里有一技术呢 就是我们的精安 用我们的精安 呃 好 那精安 其实做了什么事情 相当于 很功能呢 好 那精安呢 其实就是 联系了本地 C 再加 或者比较 有理解呢 探查不放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俄罗斯人跑到北京 想去吃北京烤鸭 那这个俄罗斯人说俄语 服务员能听懂吗 正常情况应该是听懂的了 那有不正常情况 听到这个服务员会俄语的也难说 对吧 好 我们就说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这个俄罗斯人说的俄语 其实 我们这个中国人听懂吧 那听不懂的话怎么办 翻译 没有翻译 对吧 那这个翻译是可以直接把俄语翻译成中文 也可以把中文翻译成俄语 这样吧 好 俄罗斯人 对着拍摊 告诉翻译说我要吃这个键 点完之后呢 这个服务员上菜的时候 怎么要告诉 许客人到底上什么菜 对吧 好 那这个中国的服务员 报菜名的时候 俄罗斯人能听懂吗 他也能懂吧 是不是还是要经过翻译 来给翻译成功语 这样了吧 好 在这里呢 我们的金安 他的角色呢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翻译 好 金安负责是件 加王和本地C 三家之间的相互交用 另外这个功能吧 好 所以呢 他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很大 中间人 或者呢 翻译 他就随着这个目的吧 是吧 来实现 加王和本地C 三家之间的相互交用 这就是他的功能 对吧 好 那 功能确信之后 我们再来确定看一下 什么是金安呢 那什么是金安呢 好 金安的英文就是 交啊 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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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 叫叫的本地接口 是吧 好叫本地接口 那交本地接口 用什么的 嗯 他本质上 本质上呢 他就是 一套 协议 这协议要来干嘛呢 好 就好比你翻译的时候 我们乱翻译吧 对吧 这符合对方的语法 习惯吧 对吧 这些协议呢 就是实现加王和本地C 加 转饭的时候 一套规则 对吧 然后呢 他提供了 提供了 这个编程方向 编程方向 编程方向 好 他是一套协议 用一套编程方向 那我们其实学习金安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你要熟悉金安的这套协议 会掉它的函数 是吧 好 它的作用呢 就实现了 实现加王和本地C 或者C++间的相互交用 所以是相互交用 相互交用 相互交用 现在是相互交用 那就有可能是加了掉C 或者呢C和C++叫加了 对吧 对吧 相互交用 好 那什么是健安 这个应该辛苦了吧 它实现什么功能应该也辛苦了吧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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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et 乖